你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这部影片出现是11月22日的,喂,大家好先,那就中午啦 那,其实昨天是有一些政治议题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李家超中招啦,他见过习近平 那习近平会不会都中招呢,那这个成为一个讨论点啦 除了这件事之外,有关于林郑,现在有一些传闻就是,林郑会选港区人大,成为港区人大常委 哇,林郑在香港做特首,弄死九千多人,中央政府会不会接受一个声称爱国不爱党 一个可以做港区人大,不想着爱共产党的人,成为港区人大常委呢 这个呢,很值得去讨论的一个政治议题啦 另一件事,黎智英案呢,又发生了一些特别的情况,因为呢 这个呢,这个高等法院的上寿庭呢,拒绝了,律政司的申请的,要求复合的理据 就是说,不准黎智英呢,聘请这个,英国余庸的律师去参与国安法的审讯 那呢,其实这件事呢,都是,现在变成了一个讨论 就是说,会不会变成人大释法呢? 湯家驊说不会啊 这件事呢,就真的比较重要一些,一会儿要跟大家讲啦 我们先入正题,也请大家订阅啦 何志光有寿必记的频道啦 分享啦,留言啦,赞好啦,和按铃铃的 请你们每一天的12点钟,或者晚上的时候呢 看一下有什么片出啦,好,那我们呢 首先讲一讲台务先啦 喏,小荔呢,就是连续四天呢,在这个 星会网上呢,就站了七个小时啦 连续四天都七个小时啦,十二至七 那呢,变成呢,在我的工作安排的时候呢,比较困难些 做政治揭露 变成呢,我上次的政治揭露呢,在礼拜日的下午啦 今次就在礼拜二的下午啦 礼拜二的下午啦 那由于呢,我的工作安排来说呢,比较 时间比较紧逼的时候呢 我中美争霸可能要安排到礼拜四晚才有的 真是不好意思,如果你很喜欢中美争霸的朋友呢 你变成呢,想着礼拜二有的,没有啦 变成了你要看政治揭露 真是不好意思啦 因为我看不及文章 事实上用了四个七个小时,我真的不够 时间看文章啦,不好意思啦 好,那么呢,我们下午12点会出政治揭露 晚上会,黄昏5点钟会出财警揭露 接着我今晚,星期二晚,就会去星会网 请大家留意哈 好,那么我们呢,又回正题啦 呃,其实呢,我可以说 李家超中招呢,是在 呃,应该叫十一月二十日啦 我不理,应该是上午的时候知道的哈 我一起床看到,咦,中了招啊?那样 我,理解 我自己中招呢 真的少于二十四小时呢,就已经开始发病 我估计李家超呢 在十九至二十日之间 而且是十九日的可能黄昏之后 他才是遇到一些病毒去感染 但是事实上呢,李家超和习近平的 呃,的见面的时间呢 其实相信呢,其实他应该没中招的 如果他是见习近平时中招的话呢 他没理由这么晚才是 是正式确诊的 那他作为呢,行政上官呢,应该就是 呃,经常做一些的快拆,或者甚至 核酸检测 去保护回 啊,随行的人员啦,如果他中招 那跟着他周围做事 在一个政府里周围惹的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呢,合理的管制模式啦,是吧? 所以呢,我相信李家超呢 是不断做核酸检测 那既然是查到21号上午是有的 我估计他20号中咯 应该就跟习近平无关的 不会说他惹到习近平 那但是,李家超中招这件事情呢 引申其他东西的 第一件事就是说 李家超在9月打了第四针 但是第四针在9月的抗体 竟然11月是不好用的 为什么会没用的呢 那就是告诉你 原来打针真的没用 那既然打针没用 搞什么疫苗通行症呢 为什么要搞到有几万张 假的免针子呢 既然打针没用 你为什么还要谷针呢 你自然要打针没用 你自己亲自中招 证实了打针没用的嘛 是不是啊 两天前我说 这个的 蕭扎仪 8月中招 11月那一天 是亲自中招 产生的抗体 之前打了几万针 加起来全部没用 就是证明打针真的没用了 打针没用 还搞什么疫苗通行症呢 是不是啊 那二架疫苗 老实实 你辉瑞的二架疫苗 它用了多久之前的数据 去测试 起码都测试大半年啦 是不是啊 原来它的数据 是半年前的 病毒的数据 半年前有没有XBD呢 半年前有没有XBB呢 半年前有没有那么多种病毒呢 不知道BQ什么啊 BA.2.75啊 那些全部没有 那为什么辉瑞的二架疫苗就一定有用呢 因为变种快到 疫苗追不及 这个是很正常的嘛 为什么香港政府要逼人打针呢 为什么那些药剂师协会全部都说 那些药剂师协会有二架疫苗啦 就要 香港政府要用大量公帑去买 但是未有二架疫苗呢 仍然要谷一些打 摆明没用的针呢 无论科兴还是复必泰都没用的了 肯定 复... 我相信 复... 我相信 未必有那么多后遺症 复必泰就 还要没用得来 是... 对身体有伤害 那... 就是我讲起这个防疫政策 讲起疫苗就讲了很久了 但是这些都是有很多旧论述 但是你很明显是没用的嘛 是不是啊 我不讲李家超 不如讲讲讲港区人大那件事 其实呢 现在呢 制度改了 港区人大投票的人呢 就已经改为呢 就是 一千四百多个 因为呢 很多 港区 很多这些选委呢 可能做了立法会议员 但是立法会议员 又有一些议席 可能呢 一个人可能有... 可能有几个方法 可以成为这个选委的时候呢 所以呢 不会选足千五个选委 好像一千四百二十几个选委 就会选出三十六个呢 港区人大 那么呢 现在就说了 有... 有十九人的主席团的名单 这个主席团名单 你听下去都很令人失望的 李家超啦 这个... 全国人大常委 譚耀宗啦 接着就是行政会议成员叶柳 或者譚慧珠 叶柳是最令我失望的一个人 可以进入主席团 叶柳 他说些事情是正常的吗 啊 叶柳探劉利群升职 劉利群就不拆连龙牆的 劉利群放纵香港的卫生 令到州很多区都有鼠患 他不理的 做完食环署长 再升做这个... 食卫局的秘书长 接着由食卫局平调了过去 用环境... 及生态局做... 继续管理回食环署 都是... 香港周围都是老鼠的 但是叶柳就说他应该由食环署升职做 上任美书长 那就是说呢 很多地产商的代表 甚至... 地产商控制之下 捧一些... 英美间谍 好像叶柳这些汉奸 都可以做到主席团 但是现在你传了 就是现在这一帮... 一千四百多人的里面 里面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人 这些古灵精怪的人 又会捧一些古灵精怪的人 去成为立法会议员 对不对? 立法会议员里面有何君尧 那何君尧是什么人呢? 白衣人! 他白衣人是不是英美间谍呢? 他不是他们的白衣人打黑衣人 怎么会说暴动搞到这么大啊? 没有721 暴动就不会越搞越大啦 他们那些... 暴徒觉得有怨愤 被你元朗人打了嘛 所以他们把暴动搞到最大嘛 白衣人就是助言制啦 原来白衣人的支持者 何君尧 可以成为立法会议员 那是不是代表着... 这个也挺畸形的 原来这1400多个人的构成 那当然这1400多个人的构成 是中央... 在政改的时候 这样set up了 这样分了饼子 但是问题是...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最后又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人 霸佔了这个损委 对不对? 其中一个古灵精怪的人 叫做梁思韻 塞机无神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联系 他又不告诉我 他和新闻党有什么关系 咦?那为什么突然间成为选委呢? 那其实新闻党多了一个选委啦 是不是? 幸好我和梁思韻早 脱离了关系 那我骂叶柳 突然梁思韻可以拿我命的了 幸好走得快 那这1400人 会不会选林郑成为那36个港区人大呢? 接着现在谭耀宗的拒评 谭耀宗就是暗示他会支持林郑 成为港区人大的心 接着由港区人大成为常委呢? 其实现在还未知的 我都未知哪36 有什么人 去参与港区人大的选举 那很明显 谭耀宗是36个港区人大 但是你成为港区人大 就可以成为常委的了 当然不是啦 是需要中央去选拔啦 我就不信林郑就算选到港区人大 即是香港这1400个选委里面 中央有一些安排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下 出了很多奇怪的人 去做了选委 有很多奇怪的人 选了一些很奇怪的 立法会议员也好 就算你 你选了林郑进去 议36个港区人大 其中之一是林郑 我就不信林郑做到港区人大的常委 我就怎么都不信 就是你们那些汉奸 你的地产商 要捧林郑做港区人大的常委 你说就可以了 要中央合同的嘛 对不对 另一件事 肥佬黎这件事呢 我觉得很过分 肥佬黎 肥佬黎 在他这个案件 牵涉很多很复杂财务的事 可能牵涉很多 的国家机密 因为他勾结了很多外国势力 有很多很复杂的案情 肥佬黎招聘了一个英国人 他知道关于国安法里面一些案情 知道香港的建制派也好,知道很多香港政治人物也好 他一些很複雜,跟美國、跟英國勾結的東西 跟著這些複雜的關於政治的秘密 被一個外國律師去代表黎智英,接觸到這些那麼敏感的東西 接觸到這些那麼敏感的東西之後 你說他要遵守一些保密協議 但是這些律師不在香港住,離開了香港還遵不遵守呢? 他不遵守香港有沒有可能有法律機制去阻止他 不遵守這個保密協議呢? 一上訴庭說歪理 就說他答應了遵守這個保密協議 就是他離開了香港,永遠不回來香港 在英國也會遵守保密協議 雖然沒有法律機制去控制他 不說 如果你在香港住 你簽了保密協議 你去爆響口 那香港有法律機制去拘捕你 懲罰你,罰款也好 但是一個英國的律師 他知道香港的機密 但是他打完官司之後就離開了香港 按他所知的機密就長期居住在英國 然後可能他就會洩露這些機密 但是尚訴庭就說 英國律師道德很好的 沒有法律的制裁 沒有法律的限制 離開了香港的司法保密區 他在英國也會保守秘密的 是不是尚訴庭是不是發辣了花瘋啊? 是不是對人性這樣理解的? 我叫人做事要給錢嘛 是不是 我叫人不要做事 我可能有法律制裁 可能會坐牢 可能會罰錢 這個世界上的人 的道德 是不是 可能你有一個很高的信仰 是不是 所以我因為這個信仰 我仍然沒有錢 沒有利益 或者沒有法律制裁 我也不會做壞事 是不是 我做好事沒有利益 我也會做好事 是不是 沒有制裁我也不會做壞事 有一個宗教理想的人可能是這樣 但是對這個人世裡面 一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你沒有制裁 他們就會做壞事 是不是 沒有利益他怎麼會做好事呢 這個世界大把人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會假設英國律師就是道德高尚 是不是 不會知道機密不會洩漏呢 我真的很奇怪 一個基本法35條 他就說 基本法35條 高等法院上訴言說 香港居民 有權得到秘密法律的諮詢 向法院提出訴訟 選擇律師 他的重點是選擇律師 及時保護自己 合法權益 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的補救 香港居民有權 對行政部門和行政人員的行為 向法院提出訴訟 這個是講到很簡單的一個基本法條文 但是因為在選擇律師上沒有提到 律師的國籍 在回歸前 香港的律師 香港的居民 可以聘任英國的律師來等他在香港 去打官司 所以 就因為按照 回歸前的慣例 選擇律師 是要包括選擇 御用大律師 即是英國的御用大律師 御用的話 中國是沒有皇帝的 御用這個字是指 英皇查理斯山世的御用 那是不是很荒謬呢 香港是一個脫離了英國 二十五年的一家地方 曾經被英國長期管治了一百五十多年 那為什麼回歸後的二十五年 仍然要請英國的律師 好像英國的律師 好像認識國安法那樣呢 現在就是說 有一些反中亂的勢力 潛伏在上訴庭 他們 忠於英國 忠於查理斯三世 他們要保護英國的御用大律師 在香港可以 參與訴訟的就業權利 而犧牲了 香港 遇到一些國安法案件裡面 有一些機密 去呈於保護這些在英國的律師的就業利益 去出賣了香港 的機密 等這些律師參與了香港這些 港版國安法這麼機密的案件 他知道這些機密之後 他可以拿香港的機密 去外國出賣我們香港 其實上訴庭已經叫賣國的上訴庭 對不起一句說了 好 接著湯家驊還要保護自己的同行 他說不會做人大釋法 你吃屎吧湯家驊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不會啊 是不是發灑神經啊 人大要怎麼做 你湯家驊有什麼資格去預測啊 你是受英國人訓練的一個律師而已 是不是 人大懂不懂 你湯家驊有什麼資格去預測啊 你憑什麼啊 就是你在保護上訴庭 上訴庭就是說 啊 香港的機密就要洩露給 Tim 奧 奧 Tim奧 就是 那個所謂 英國的所謂 御苑大律師 是不是 我覺得呢 香港 連行政會議成員都是賣國的 原來上訴庭做了一些賣國的決定 香港的機密就要被一些 英國的律師去知曉 相信他會保密 但是離開了香港還保不保密呢 然後湯家驊就以行政會議員身份 保護這些法院做一些賣國的決定 我希望人大盡快釋法 就說選擇律師是不包括 非香港註冊律師 你可以選擇律師的 但是香港以外的律師呢 你全部都不可以選擇 為什麼英國的律師 為什麼美國的律師 可以來香港執業呢 選擇律師的權利 為什麼要去到所有普通法的國家呢 其實不是的 我想 新加坡的律師是來不了香港的 但是英國呢 無端端的律師呢 變成了 他可以有權 在香港執業 保護 香港的前宗主角 那既然是前宗主角啦 但是這個前宗主角的身份 是非法得來的嘛 是不是啊 他用賣鴉片的程序 用戰爭出來奪取香港 這個是非法地奪得了155年的統治 那麼這些人 為什麼還可以來香港就業的呢 是不是 是不是香港上訴法庭 是不是發呆了瘋呢 不罵那麼多了 就是希望人大盡快釋法啦 處理了基本法的35條 先說到這裡 不罵 我們說 呢 三千 十八千